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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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中书记联合一些爱心机构跟个人 共同发起了一项叫做蚂蚓计划 那什么是蚂蚓计划呢 它包含了三个子计划 住学 住龙和住村 从15年开始发起蚂蚓计划 到现在将近五年多的时间 那这五年 我们的村庄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大家好 我是王一强 接下来我想介绍我们三位村民给大家认识 通过他们的故事 我们去探究一下 这五年来的时间 蚂蚓因何而改变 第一位 图片上的这个人叫森涛 村里人我们都喊他涛哥 大家看到涛哥的第一眼会想到什么 对于涛哥他们这样一个群体 可能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 他是接受帮助的这样一个存在 又或者说是 他们活在了我们大多数正常人 看不到的某个角落里 涛哥从小患有小阿麻痹 只有一只右手可以运用的稍微自如一点 没有上过一天学 他跟我聊天 就是他小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刻 是在距离他家隔壁大概200米的一个村里的小学 小朋友们上学跟放学的时刻 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刻 他才可以见到那么多的人 剩下每天大部分的时间 他是在他家的堂屋 在地上蠕动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状态 腿上的裤子磨破了 然后皮肤破了结痂 又重新磨破 所以对于涛哥来讲 他特别 期待跟羡慕的是 别人可以正常上学 但很遗憾他没有上过一天学 但是他又写的一首好字 是因为他自己在家 也泛滥了几本新华字典 涛哥是我们本村的原住民 在马尹 前38年 都是在村里度过 我跟他聊天 就是他大部分的时间 是每天睡觉睡到中午左右 下午和村里的老年人 一起打麻将 然后晚上 点着不亮的灯 看书到深夜 我觉得 是不是特别的 怎么讲呢 就是无聊 因为要跟村里的老年人去打麻将 为什么 年轻人都没有 但是涛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找到了他的兴趣做菜 他可以完全驾驭 这场麻将的牌势 他的思路特别信息 对吧 比如说他想要一张牌的时候 他故意的去使用一些方式跟方法 所以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但是在38岁之后 他不得不离开这个村子 因为跟他一起打牌的人 基本上也都到市区去了 我们原先1778人的这个村庄 在那个时候 常住人口只有两三百人了 因为杨庙 他处于长丰县的一个中部 距离合肥 也就一个小时的车程 加上整个城市化的进程 所以为了小孩的教育也好 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好 所有人都想到大城市 来去磨一个出路 留在家里 连排搭的都凑不齐了 不得已 涛哥开始了他的十年 在城市的求生之路 我们也可以想象 对于涛哥 他的状态 他一个人 在城市生活十年 其实很多的困难 我们可想而知 之前只是跟他跟我聊这个事情 但在今年的暑期 我跟他一起 我们村里组织 我们去抚羊 南堂去考察 那一天 我特别感动 像我老师刚刚说的 对吧 进病房之前 你们不敢喝水 但在那天 我们出发之前 头天晚上 涛哥就没有吃饭 整个白天 所有的过程 他的嘴唇上面 所有的口子都是开着的 因为他不想给我们添麻烦 在村里 如果他想去上厕所的话 他会找到他的解决方式 但在外地 他不想给我们添麻烦 在合肥跟淮南 这两个地方 打工了十年 做家电维修的前台登记 在亲戚开的彩票店里 卖彩票 是十年的时间 当他得知 在17年的时候 家乡有了一丝改变的时候 第一时间 就回到了家乡 我相信他一定是不愿意在外地 但是刚到 刚回家乡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 蚂蚁计划发展的一个初期 对于这个村庄来讲 一开始的人流客流 包括我们的那个三个子计划 它是在逐步的实施当中 涛哥以他能够参与的方式 参与了进来 在村里给游客当讲讲员 然后给我们的助学计划 小朋友们去做助教 去衔接这中间落地的一些环节 那现在 涛哥他是我的同事 我所在的部门是 安徽蚂蚁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 他官方的说法 是我们现在整个蚂蚁的一个运营主体 涛哥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以他自己能够贡献的最大值 再参与进来 他说过一句话 就是他残 但他并不想废 所以他特别珍惜 他能够给予别人一些力量的一些行为 他的行为也影响了我们本村的很多的村民 那在今年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本地的志愿者服务队 叫做巨星志愿者服务队 他一边在我们的合作社 我们从事着我们商业运营的工作 一方面作为志愿者 在辅助我们整个蚂蚁计划 更加有质量的往前行 我记得在去年年底有一篇报道 他的标题是这样 他用右手撑起了全村的希望 这是我们本地原住民 他的精神 这个是我们助学工作 涛哥 他在陪着小朋友们一起上课 然后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他都有一个微心愿 他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自己的 关于心愿的一个想法 我们去寻找爱心人士帮他完成 由涛哥最后落地再实施这些 这张照片是我们每年 在村里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大型的活动 这些活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类似于我们今天这一场演讲 其实需要有大量的幕后的志愿者 包括我们很多现场的志愿者 在做大量的工作 那在村里我们举行一场 这场来蚂蚁玩摩秋的活动 游客大概会有三千到四千人左右 但在落地实施的环节 这些都是由涛哥带着我们本村的志愿者 在完成 可想而知 他们的成长与他们的付出 他用右手撑起了我们全村的希望 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的是 村里的小朋友 许健 一个特别类像 不愿意说话的男生 我们蚂蚁计划 三个子计划 第一个计划就是住学 留在村里的小朋友大概还有将近二十多个 许健是其中一个 在他的微信院 今天在来的过程上 书记在跟我讲 他的第一个微信院是希望拥有一辆自行车 但在村里当时的那种交通的环境 其自行车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行为 我们还专门征求了许健的家长的意见 就是他能不能骑 得到家长的认可之后 完成了他的微信院 那 我们村里其中有一个支教机构 是樊城马会马术支教社团 当马术支教社团来到村里的时候 又点亮了许健的另一个梦想 他希望成为一名骑士 哪怕在合肥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 其实拥有这样的梦想都比较奢侈 樊城马会最开始 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加入到村里 每个月从港籍 把马骑到马影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所以许健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每一次学习他也是最认真的 那他现在 学得很好 不仅自己学得很好 也成了我们的小小的助教 我们以许健为代表的 我们留在村里的这些孩子 从我们第一堂 我们的支教老师 来给小朋友们上课 他们连最简单的自我介绍都做不了 他不敢直面老师的眼神 因为羞涩 胆怯 紧张 到现在 我们自己办的村晚 包括我们在安徽大剧院舞台上的演出 都会有我们自己村里的小朋友们 自己去表演的这些节目 对于村里的小朋友来讲 这可能是作为我们所有志愿者 最欣慰跟最愿意看到的一些事情 从第一个志愿者老师开始 我们目前再次有112位志愿者老师 那这几年的时间 我们也开展了将近600多节的志愿课程 小朋友们从原先单一的去选择 到现在我们成立了9个常态化支教社团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自由的去选择 我们也打开了留在乡村的小朋友们 他们很多未知的世界 他们发现原来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不一样 但是真实就是乡村 或者说现在我们还有更多乡村 这些乡村的儿童他真的看不到 这是许健在马场训练的照片 这是他骑马的照片 本来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 但是像素不太高就没放了 是许健在侧马奔腾的这种场景 从原先的梦想是一辆自行车 到现在自己可以去骑马 现在他在我们马会的支持下面 我们也接下来准备参加马术的训练跟比赛 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在向他招手 第三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村里最年长的指教老师 邵老师 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座的旅行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往自己的婚礼 你们最期待自己举办婚礼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连历 好 这个 我大概有答案了 邵老师是17年的时候到村里来 最开始他是参与到我们村里的一场演出活动 在参与完之后 他想把宋文化变成正文化 所以他就留在了村子里面 从17年开始到现在将近三年多的时间 每周风雨无阻 在村里娇小萌萌唱黄梅戏 然后在这三年多的过程当中 跟我们所有的村民 还有我们的创客 大家都解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我们一直叫自己叫梦想之村 在19年的时候 我们一次闲聊当中就在聊 邵老师 你有什么梦想 邵老师特别羞涩地向我们表达了 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是没有举办过婚礼 邵老师跟共和国同岁 去年是他70岁 在1984年的时候 他的先生骑这个三轮车就把他投回家了 那是那个时代赋予的一个特色 但70岁的邵老师 在去年 像我们提出来这个梦想之后 我们就跟我们所有的小伙伴 就共同在聊这个事情 每一个人都摩拳擦掌 我们借助了一次宣传的一个机会 到邵老师家里去 把他结婚这35周年来 非常重要的一些场景 跟一些素材 保留了下来 在结婚的那天 村里的民宿作为婚房 我们的马会提供了马车 每一个创客 都以他能够参与的方式 在这场婚礼上面 就讲到现在我鸡皮跟打突然起来了 那个 前面骑着小马的是邵老师的学生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 关于婚礼 就是从小的时候童话里 这样我没有畅想过 他的白马王子 骑着白马 有兰瓜马车 来迎娶他 邵老师实现了这个梦想 我们把接近的地点 放在了邵老师给小朋友们上课的地方 戏曲教室 我们把传统的塞门缝的这种方式 变成了戏曲对唱 迎亲嘛 敲门 对吧 要对歌对唱 在通向婚礼的礼堂 就是我们刚刚马影变成一个 特别美好的样子 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婚礼的礼堂 那是给邵老师办的首场婚礼 在通往这个礼堂的中途 有一个七千坪的一个大的草坪 草坪是由两个半圆的道路围成 邵老师教的学生 我们找了三十五张照片 每一个学生手里拿着一束花 边上站的是学生的家长 邵老师走过他每一个认为他最重要的节点的时候 家长和小朋友把这个花献给了他 在通往婚礼礼堂三十五个节点 这是邵老师上课 给小朋友们上课的地方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是 在正常婚礼当中我们不收礼金 但是所有人都想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情 对吧 就像我们现在在参加很多婚礼的时候 我们不想表达一样 大家都懂 那农家乐把其中一桌餐做成了餐卷 对吧 每个农场主把自己的产品拿了出来 在婚礼的现场我们有一个拍卖的环节 其中有一个创客提了两只老鹅过来 很荣幸我担任了那场婚礼的拍卖师 原价580块钱的两只老鹅拍出来660块钱 我觉得那场工作 对吧 就像我们刚刚低估了脱口秀演员的门槛一样 对吧 我也高估了拍卖师这个行当 在整个一片欢乐的海洋里 每个人都想着 这些支教老师到村里来 这三年多来的付出 那作为我们村里人 我们也想以自己的方式去回馈 就像蚂蚁街化的slogan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架桥 架结的这座桥 它汇集的不仅仅是我们城乡之间的资源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情感的纽带 邵老师是我们村里最年长的志愿者 这就是我所在的村庄 我在这里当村民 其实对于合肥这样一座极具发展的城市 它的包容性见证了我们所有的成长 但在距离合肥40公里之外的一个叫做马影的村庄 就像网上说的那一句话一样 故乡容不下我们的肉身 他乡也容不下我们的灵魂 我希望马影可以 我在马影等你 我是王一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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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